钢铁巨师属世坦克 我想问一下 你们说这个鲁巨师坦克呢 它在二战时期算不算是重型坦克呀 如果说它算是重型坦克 那么我想问一下 它旁边这个玩意儿算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德国的动物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呀 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一只老鼠竟然能长这么大 还有王法 没错 这就是二战时期的德国钢铁巨师属世坦克 令人印象不到的是 这款坦克既然真的让德国生产出来了 虽然说没有从入到实战 但是在那个时期 能把这么一个巨大的玩意儿生产出来了 也是非常厉害的 它的重量呢 达到了188吨啊 相当于三个虎王的重量 这里感兴 可以说同级别的坦克 它没有对手 怎么样 188吨没同级别吗 而且它的时速啊 竟然还可以达到25米米小时啊 它的装甲厚度啊 也是厚到离谱啊 正正能称得上陆地上行走的巡洋舰啊 它的正前方呢 配有点门主炮 一门呢 是128毫米的主炮 还有门是75毫米的副炮 在当时来说 它的主炮呢 基本上可以撞毁任何的对手了 你们觉得这款坦克啊 如果真的投入到实战 它能改变整个战局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的啊 因为这款坦克呢 它的成本啊 实在是太高了啊 没有办法尿程 即使尿程啊 它太重了 它机动性能啊 也是非常的差的啊 关于在战场上出了点问题啊 它要维修起来 应该是非常的麻烦啊 这么大一个大家伙 它的油耗呢 也应该是非常的均匀的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只老鼠啊 养不起 它太能吃了啊 咱们来做一下简单的实验啊 看一下这些速度的坦克 能不能把它给击毁啊 牛皮呢 它不是吹的 这个鼠式坦克呢 之所以188吨的 主要是因为它的装甲 非常的厚啊 咱们呢 今天就来试一下 看它的装甲到底有多厚 好吧 我们今天呢 就打这个鼠式坦克 最坚硬的地方好吧 首先呢 是100毫米的反坦克炮啊 虽然说坦克上面出现了弹孔 但整体呢 完好无损啊 我们再用这个苏100Y 上面的130毫米剑炮 这个口径大了之后呢 威力也强了 虽然说这个鼠式坦克 没有被击毁啊 但是呢 它的主炮就被击坏了 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啊 这个主炮的颜色啊 都已经变了 现在呢 这个鼠式坦克 也没有办法开火了啊 接下来上场的是RSU-122S 这款坦克呢 我们之前测试过 它的穿透能力啊 非常强 看到呢 这个鼠式坦克 被击中之后啊 依然是完好无损啊 接下来呢 是RSU-152了啊 使用的是1502毫米的 穿甲弹啊 工厅这个口径啊 就已经是非常的吓人啊 这个呢 鼠式让我有点意外啊 竟然呢 没有对我们的鼠式坦克 造成任何的伤害啊 但是呢 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个 压箱底的选手啊 就是我们的 合动力多年手版的KVR 用那个152的高爆弹 来试一下 我不相信这个鼠式坦克啊 依然能完好无损 我去 这就有点让我意外了啊 连续打了五六炮啊 竟然完好无损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坦克啊 能不能正常的行使了啊 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可能啊 这款坦克里面的成员啊 应该是全都被震死了啊 不知道这个德国的E系列坦克 能不能打败这个鼠式坦克 明天呢 我们就用这个E系列啊 和那个鼠式坦克进行PK啊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拜拜